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本期大师关键来关战一把晨曦的小提琴 之前关战了一把,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再来看一次 这边的话这种上面是搬了一个机械的感觉 前方的话小提琴搬的不多 然后看这边上来遇到的是一个先知,这个点位的先知牌要拉掉耳鸣 对,耳鸣拉掉以后应该知道了,这边应该是匆匆一撇,刚刚不知道这撇不撇到 因为我们上级只要透过透视是知道,所以说你能看得见这样中间有一个缝隙露出来 但是如果没有透视的话,你不知道这个人的话这一撇不一定撇得到 现在看起来在这边补一个眼嘛,直接拉鞋,奔了一手 哟,这根鞋快是很快啊,但是现在这边小小的一扭腰躲掉了 这边看能不能追一刀,一刀出,漂亮 带到了心理学家这边去,这块板子没必要踩啊 应该是不容易点到的吧,感觉 嗯,那这要这边补一个眼,干扰一手机子也不错 洞打掉,他的眼全留着 这一圈先知的一个先知的位置 诶,这边吹哨子 拉了一根鞋,这边吹哨子 不会是跟先知吹吧 跟先知吹没必要呀 这里因为先知的话是肯定没追的 不可能吹哨子,那五秒钟一个定点弦带走了呀 嗯,那这样的话刚刚没看到,因为这边窃过去看了一眼,吹哨子 然后这边一根弦就命中了 这导播不行啊,这导播被对吧 一个小姐姐给吸引了,小姐姐吹个哨子有什么好看的,对不对 人家的小弟姐放鞋你不看,看小鸡,小姐姐吹哨子 祭司打洞下来 洞打掉,这个鞋怎么拉,直接拉掉,拉掉就结束 这样的话,一波就有没有博命,应该是有博命的吧 要不然不会直接来啊,这边技能是cd好了 直接拉,没拉到,没拉到,没有到二阶的 所以说这边的话,应该是打一个落地刀 找机会打,一刀,可以,再来 没亏之后,先知 呃,这边的技能好了,风,漂亮 呃,大哥你这,这根弦稳稳的重的,他这是感觉屏幕帽奶了呀 这真的跟屏幕帽奶有感觉啊,有点像啊,这真屏幕帽奶的感觉 当然这个是,开开玩笑的啊 就大家不要当真这边的话,切了一波闪现击倒 当然这波其实很亏啊,逼出了一个底牌,然后交出了一个闪现 本来是一个迎面,现在的话,嗯,不好说了 现在的话不好说了,看游民下一波救人吧,要不要来救一波 哦,这小丁打得挺好,但是 刚刚那波的一个操作肯定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这根弦不可能拉不出来,无穷洞 拖,拖,拖,两边各种拖,哎,拖,拖,拖,无穷洞,开不开,开 两个漂亮 这一波的无穷洞开的时机有点好 这波无穷洞的时机开的有点好 那整个局面的话是一个保平真胜 但也仅限于保平真胜 想要真胜这波没打双挡嘛 他去不上第二波节奏 也是有可能被保平的 再开无穷洞 玩一波 反正我这边要挂你 技能CD不用白不用 修一波操作 抓佣兵 佣兵这边的话其实可以吹个哨子了 把游兵状态补起来对 然后祭司那边连个大洞 然后待会儿跟祭司再去补一波状态 他本身有应激的 忘记了这应激的应激没用掉 这应激是没有用掉的 先把这个大洞给打了 然后抓这边的心理学 不过这个位置看一下 看见了看见了就还行 有无穷洞有无穷洞 无穷洞一放漂亮 来来来给一刀 这一刀现在吃 待会儿吃都一样 这样的话呢 这心理学家就等于说自带一个博命了 下来要两刀 下来两刀 打着技能确实打得很好 就是我们可以让他技能的命中率 释放的一个感觉非常的舒服 球者这边的话呢 很难躲掉 但就是中间可能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波折 现在球者还有机会 因为这边的话呢 本来这个心理学者心理学家他这边 如果说是应激用完了呢 应激用完也走 应激用完的话可以再吃一刀 所以怎么说归根结底 这边还是得吃一刀的 一些好的 来这边还有无穷洞 无穷洞一放 弹到的是追一刀 双挡那结束了 赢了 漂亮 这小狄家今天放的真的很漂亮 很华丽 因为他不太苗 放的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的流畅 自如流畅的那种感觉 快来我需要帮助 祭司这边来救佣兵这边 关键佣兵倒了 你把祭司摸起来 这边挂飞了 没办法 这波双岛打完 这没办法了 如果没打完双岛 我这边看到还有一台遗产级 那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不得不说啊 小伙子值得看几把 因为他的这个小提琴确实操作很好看 这边的话咸风位置 闪现风 你这是自信啊 这还有个无穷洞 但无穷洞感觉打不到了 放了吧 哎那不会儿这 这一波救下来 问题不大 追着这个 追着这个心理学家 心理学家追过去 白板应该就走不了了 我这波救下来了 这个就要闪现去补技能呢 也真的是很拼啊 好的 一个无穷洞 挂飞 找到佣兵 甚至可以四抓 因为佣兵是个白板 就算密码机亮了 我这边有挽留 有技能 密码机没亮嘛 那就更加有机会了 第一校就在这边 要拖到 祭司挂飞 有点难 有点难 他的技能放得很快啊 这无穷洞漂亮 就感觉他的那个 释放的时机点 刚好是抓到 穷者心理上面 有那么一点点放松的感觉 好的 也是感谢大家 这个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